電影來關西南台灣 中午用餐時段 台南的國華街出現了用餐人潮 不過店家說 因為颱風下降關係跟平日相比 人潮還是少了一大半 現場如何 關於紅索瑞告訴大家索瑞 好 持續帶大家來關西 到的是山頭的颱風 持續的是逼近南台灣 當然現在暴風噴持續影響 那我們現在就在台南的國華街 好 很多人對國華街應該不陌生 但是今天這場景應該滿陌生的 因為有沒有看到 其實跟過往相比 其實國華街的人潮少了非常非常的多 但是現在來到了中午用餐時段 事實上我們往一旁看過去 還是有滿多人在中午時段 來到現場來採買 確實 老闆娘你說 其實如果跟過去平日相比 這人潮真的是少了一些 我們來聽一下他怎麼說 好 也沒有 沒有很明顯 沒有很大 只是昨天沒有下雨 今天有下雨 只這樣而已 那人潮來說呢 人潮還好啦 就跟平常一樣 沒有說特別的多 因為大概是颱風藥 很多人都已經採買很多東西了 就不出來了 就是說在家裡吃那些東西 就不用再跑到外面來淋雨買東西 了解了 好 沒錯 那在台南市區 其實在今天中午之後呢 開始出現這個間歇性的大雨了 尤其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一陣一陣的 還是有滿強勁的風 如果說從今天早上到現在 測到最強陣風是來到了7級 但是我們也提到了 在今天下半天之後 江鼠預估有可能出現 11到12級的強陣風 所以提醒大家 一定要注意自身的安全 尤其現在海陸景齊發 台南今天算是停班停客 但是還是盡量待在家 確保自身的安全 以上是目前我們在台南市區 掌握到的最新狀況 再把時間盡頭交換台北棚內